一喜风坛百展世界 新竹工卫堂及地方文化产业共创的一个计划 那我们这个共创计划 从3月4号到5月21号公开甄选8个案子 总共有42场次 主要是希望能够达到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行动力 在行动力上面希望能够活化历史现场 然后优化艺文的这个产业 也就是在我们工卫堂百年修复之后 希望能够带动北区九县市的一个艺文环境发展 把工卫堂的喜气注入艺文团体的视野 希望能够达到共办、共荣跟共好 第二个部分是针对工卫堂的一个角色跟它的特色 我们梳理了工卫堂的这个概念 产生了所谓的文本基础跟我们的文化载体 那这个部分就产生了八个观点 然后八个艺术力 那第一个就是针对工卫堂的历史深景 我们邀请了乔业雅集 我们是音乐团体 那音乐团体要怎么跟这个建筑来做结合 那因为是回到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我就想那一百多年前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不知道的 而且我们没办法知道 那我就去找了当时候发行量最大 而且时间也最长的报纸 叫做台湾日志新报 阅读台湾日志新报里面发现 工卫堂其实有办过很多很多的活动 那这些活动呢 多多少少跟音乐有关系 我们就很想要去挖掘说 这个工卫堂这一百年来呢 经过了什么样的时期 那那个时期呢又有什么样的音乐 那第二个是针对我们的 所谓的历史场景的部分呢 我们请新竹出倩美术协会 来发展工卫堂的一些意向 那我们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个计划 去回溯当初的盛景 然后呢我们也想办法能够来重新表现 这种古今文化的一种连结 跟表演的形式 希望能够再形成一个新的气氛 第三个四五名记忆的部分呢 我们逐欠射大 针对女性的叙事呢 还有做一个阿嬷走秀 那这个部分是从日剧时期到现在的女性观点 也是受访的阿嬷的这些属性是很吸引我的 因为我知道五位阿嬷一定有很多的生命故事 然后最后我觉得像是拼拼图一样 所以我不会一开始给她们剧本 最重要的是说 她本身自有所谓的细缩的一种自我疗愈 所以参与者里面她都会有一些成长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 跟我们往常的续剧是不一样的 第四个是针对时代经典 我们邀请了欢喜爵士乐 结合我们的一些 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些经典音乐 然后配合所谓的舞蹈 来做的一个表现 台湾文学学习的这首歌 它本来是没有人会去注意 但是你如果去发现说 这首歌很伟大 就是台湾第一首台立歌 你会觉得这首歌 沉沉地感觉说很了不起 所以这就好像共创了 这就去了解最重要的事情 第五个是针对历史 场景就是时间空间的部分 我们邀请了人影盒作色 环境剧场最重要就是去使用 去利用它空间本身的特色 美学馆这边呢 它的那个长廊 对我来说这个长廊 可以有一种时间线的感觉 在这个建筑物里面 它就是有一个框 一个框 一个框 那对我来说 这一个一个框 它很像就是一张一张的老相片 当我从那个反顾出来的时候 我总是会想要观看这个空间 因为刚好在那个广场的 一面是新的 一面是旧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还蛮好玩的 就是这些可能 永住在这边的东西 然后经过我们的流动 又赋予它一个不一样的衣服 第六个部分是针对我们工卫堂的建筑里面 做个舞台 我们邀请了无双乐团 针对日治时期战后 民歌跟现代诗部曲梳理的 然后他们的穿着也跟着不同时代 做了一个变化 灯光也做了变化 也是希望可以在这个 这样子的百年岁月时光中 就是把这种不同的光影 还有这种演出的服装造型 等等的这种效果 带出我们新竹工会堂 这个百年时光的音乐饗宴 看不见怎么打棒球 第七个是针对我们工卫堂的公共空间 我们邀请了巫婆 魔法戏剧故事巫 针对名言跟视障者进行人导法 这个是一个所谓的文化禁用 做了一个文化体验 体验我是一个盲人的时候 我怎么去做文化体验 边玩一边在学习 然后彼此就变成了好朋友 最后他们甚至可以一起演戏 那这个过程让我看到的感觉 我们是非常的感动 我们这次是用戏剧来导览 就是我们让你好像生理起境 回到那个年代 这里发生什么事 经过一些设计 名盲本来就是可以一起做很多事 例如演戏 第八的部分是针对我们的 所谓的复古市集 我们邀请了玉米机剧团 针对我们当时在日剧时期的一些小物 以及所谓的玉衣 做了一个时代的穿越 工会堂生活节的这个活动里面呢 带来一出全新的戏叫做陶太郎大冒险 那它的风格呢是把我们擅长的肢体喜剧 跟我们找来台湾很厉害的三位线 跟日本敌的乐手做一个结合 那希望呢这样子我们台式的创意 然后跟日式的音乐元素可以结合在一起 呈现我们工会堂生活节这个百年生活 然后还有亲子同乐的理念 你有礼于节耶 有完 你也太小气了吧 第三个是针对这一次共创的一个计划的目标呢 我们是觉得应该达到未来的力 共创之后达到两个open 第一个就是艺文产业端在艺后振兴的open 那第二个是针对社会大众的参与端的部分 达到文化体验的open 经典重现感动无限 那这一次是我们这一次共创最大的效果跟目标